隋岩老师说错过他 你很难再找到这样容忍你坏脾气的男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凭什么要让别人容忍你的坏脾气呢 说实话我们看似这一次次求婚 是这个男孩子喜欢你 他叫你小公主 小仙女 我告诉你 他真的没有那么把你 当作你想象中的那样重要的小公主 捧在手心里 他也不过是在作秀啊 他这么多次的求婚 那不就是在闹着玩吗 他如果真想娶你 不是这个状态 但是问题的核心姑娘 在你 你不仅仅说是任性小公主 我整体感觉如果我是你的家人的话 我觉得你不够自重 哪有一个女孩子天天打麻将独务正业 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一大堆网友 还骗自己的男朋友 你真出了事谁管你啊 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 先审视自己够不够美好 如果我们不够美好 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 给我们美好的爱情呢